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很明白了 派系的校长也都已经出来了 结果跟媒体所预测的一模一样 其实应该讲的是我们媒体的记者 跟民进党的相关的人士 彼此之间的沟通相当的畅通 所以在选前的时候 这些名单都已经公布了 甚至席次哪一些人都讲得清清楚楚 嫌疾出来的结果也是如此 新潮流系获得了三席 英系两席 然后游锡坤的派系两席 苏贞昌在蔡英文的支持下获得了一席 还有就是绿色一席 另外一个就是永元会 永元会也就是以前的海国会 也有一席 海国会原来它的企图心是更为强大的 他希望能够获得两席 他原来的企图心是如此 那最终由于有六位是同样的票数 所以他们必须要抽签 抽出五位成为中常委 那海国会抽到了第六名 所以他就当然不是中常委了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海国会也就是之后的永元会 也就一席而已 企图心很强 很明显的 其他的派系已经去盯得住 这个永元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永元会跟其他的派系不太相同 永元会本身还拥有媒体 原本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他们坚持的主张 党 政 军一定要退出媒体 也要退出校园 这是民进党长期的主张 国民党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国民党就退出了媒体 也退出了校园 而民进党很快的 就透过各种方式就进入了校园 当然民进党是不会承认 他们进入了校园 不过现实的实际状况 应该是民进党 在校园内的学生社团 掌控有非常大的力量 我们可以很笃定的说 有非常多的大学生 他们本身在校外 接受民进党的培训 然后他们在校内 担任很多的社团 或者是学生会的负责人 这个从很多我们的大学的学生的活动中 其实有很多的证据表明 甚至有很多的这些学生会的会员 这负责人 他们本身在毕业之后 有些人就进入了民进党 这个都可以从中 直接间接获得相当充分的证据 来证明民进党确实已经影响 控制了很多的大学生的社团 同样的马英九也把党政军离开了媒体 结果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在民进党内 媒体已经可以进入了政治 因为他们本身 媒体所支持的这些人中 有很多人已经进入了政界 甚至媒体 现在也已经进入了民进党的中常委 所以也进入了民进党的党中央 因此 党政军退出媒体 在马英九来讲 在事后看马英九 变成一个大消化 因为民进党的这些从政的党员 也已经进入了媒体里面 这样的一个情形 其实也让民进党 他们本身其他的派系 保持了高度的警戒 为什么呢 因为媒体可以进入政界 在行政院里面当官 在立法院里面当立委 现在又进入了民进党的中常委 那不得了 也就是说媒体的影响力 是如此的大的情形下的话 这个会使蔡英文也好 或是给民进党的其他的派系 他们就会非常的担忧 因为他们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 当时艾森豪眼中的军工复合体 有没有可能会在民进党内发生 确实有可能 因为当时艾森豪他认为 建立军工复合体 是最有利于军工的发展 也就是军民两用的工业 由民间的公司来负责的时候 结果这些庞大的企业 养了很多的国会的议员 结果这些人反而来主导 美国的政府的政策 因此艾森豪在卸任的时候 他说他犯了历史上最大的错误 就是军工复合体 他控制了美国的政界 控制了媒体界 甚至影响了全世界的安全 好 这题外话 但是在民进党内 也有可能会发生 长有媒体又进入政界 又控制 又进入立法院 这不得了 那又在党中央里面担任要职 所以我们看到 民进党的派系 现在对这个派系 永远会他们的警戒防堵圣言 蔡英文在这一次的中常委中 我觉得他是最大的赢将 因为在他支持苏贞昌 让苏贞昌保有一喜的情形下 苏贞昌就必须要死经踏地的去投靠这个蔡英文了 所以他又把苏贞昌收编了 他的战略盟友 新潮流一定是他的支持者 那也就是战略盟友是牢固的 这样的情形下 三席 加上蔡英文自己的两席 五席 再拉上苏贞昌 已经有六席 那他还有其他的 例如说这个绿色的 那么七席的情形下的时候 蔡英文防止剖脚的第一步的动作就完成了 当他防止剖脚的第一步的动作完成了以后 接着两年后的地方首长的宪局 还有地方议员的宪局 各位想想看 这些想要脱颖而出的 或者想要角逐政界的 他们就必须在这个政治中 在提名权里面 他们会有多少的活动力 所以党中央在蔡英文能够控制的情形下 他把他的剖脚往后延了 所以一般来讲 有人说明年就是蔡英文剖脚的开始 我这边的估计 蔡英文没有那么容易被打败的 也就是他已经在党中央的权力的部署中 再加上他控制有整个政治的资源在手中 所以以目前蔡英文在派系的平衡里面 在派系的调和里面 他已经让他自己防止剖脚 走了很稳健的第一步 这个选举里面有个插曲 这个插曲就是陈水扁 陈水扁因为他是卸任的中华民国的总统 所以他是当然的党代表 因此他就有权利去投票 支持谁是中指尾 在投票的过程里面 大家都在问 陈水扁不是保外就医吗 怎么可以参加党内的活动呢 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年轻人也在问这个问题 广大的国民也都在问这个问题 对蔡英文来讲 对民进党来说 这颜面很难看 因为陈水扁一定要刷存在感 第一个他要告诉大家 他还是民进党的党员 更何况他是民进党的党代表 他没有脱党 所以他还是民进党的 因此他还在 而且他还是民进党的党员 然后他是一个贪污犯的 嫌疑犯的 事实上已经是三省 被定验了好几罪的 还有好几罪本身还在审查中 那他是正在被保外就医的 结果他积极的参与政治活动 直接挑战台湾的法治的秩序 挑战台湾的监狱的制度 但是问题就在于 在民进党眼中 这些都不算什么了 年轻人在看着我们的法治的建设 一直在崩解 所以当陈水扁说 我三点钟就会去投票 你要不就把我抓进去关 民进党果然不敢抓他去关 中间果然也放水了 陈水扁果然也投完票了 然后参与文果然什么事都没发生 颜面也不会难堪了 因为台湾的法治建设已经开始在崩解了 台湾的监狱制度也在崩解了 很多受刑犯 他们会觉得这是如此的不公平 一个身体这么健康 到处爬爬罩 还可以去投票 还可以写脸书 这样的一个人 竟然是用保外就医 而有多少的生病的在监狱里面的人 他们却没办法获得保外就医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小插曲 是陈水扁不但刷存在感 他还给蔡英文施加压力 说他还是民进党的党代表 民进党的党员 他仍然还在 那你要赶快处理我的特色的问题 可是对蔡英文来说 陈水扁他怎么能够处理他的特色呢 他是国际公认的汤污犯了 那怎么办呢 但是一方面法治摆在一边 二方面建议制度摆在一边 三方面政治现实摆在这一边 所以对于蔡英文来说的话 那就干脆什么都看不见 这是最好的 因此在民进党执政的情形下 我们的法治建设在崩坏中 我们的建议制度在崩坏中 但是一切都看不见 媒体也不讨论 这样子就能够过去了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月谦 我在无色觉醒